盧凱族部落其佬用祈福的歌声为展览揭开序幕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Gyalaba重返舞台台博与当代盧凱的对话特展 以百合花六瓣形象为主意象展出超过百件卢凯族展品 展览历经四年筹备连接在地部落文物与语言 颠覆以往策展方式以原名观点诠释文物与历史 以往大概都是以汉族的观念来策展 那我们这档展其实筹备蛮久的 从民国98年开始其实台博馆就已经开启了 这个文物返乡的计划 那我们分别跟原名的这个 二十九个地方文化馆有展开合作 那其中我们也有跟七个馆已经策展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策展了这个九岛的特展 那一百一十年的时候 其实获得文化部这个大力的支持 那我们也已经了四年邀请这个卢凯族人到我们库王来看他们 祖先的文物 然后再回到部落到社区去做这个田野调查 然后由族人跟祺老的一个诠释的资料 共同来策展这一档的展览 所以我们一百一十年的时候虽然碰到疫情 但是我们也回到鲁坎文物馆 策展了这个鲁坎珍宝 百年文物回娘家的这个特展 那我想这个特展的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它代表了海波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史观的改变 我们从在地与在地部落的联结 在地文物的联结 我们用族人用在地的这个观点来重新诠释 海波馆典藏的原住民的文物 大馆跟小馆之间平等分享的精神 那我想去年在舞台的充满舞台在那里展出 今年在我们大馆展出 其实就是大家分享 那最后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馆或是整个文化部 希望推动原住民族主流化的精神 我可以看今天整个厕所是以百合花六个方向 六个面向 那其实也表达百合花这整个的精神 那我想百合花精神在十几年前 已经影响了野百合的运动 但是我相信未来鲁凯珠的百合花的精神 应该影响全台湾 不管它的坚苦卓绝 不管它的纯洁住人的精神 甚至在困难的环境越发明 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精神 展览展出众多鲁凯族收藏品 包括具有百年历史典型鲁凯族屋顶型的传统木盾 还有采自屏东雾台乡大午村的人面纹彩绘雕刻屋柱 而台大人类学博物馆则出借一件典藏品 鲁凯族雾台社木雕盐行 屏东雾台乡鲁凯族文物馆展出来自部落的传统服饰 服饰配件礼器等文物 从各个角度呈现鲁凯族物质文化的不同层面 这一次我们的特展有150件鲁凯族的展品 这一次的展览是跳脱过去 由外部专家来诠释的观点 完全是用实际的田野调查反弹 来自于部落族人的文化的知识 并且还由中文跟卢凯语来并行展出 那这样呢除了是取得新的诠释跟观点 来自于部落族人在地的文化的观点 由族人自己诠释之外 而且就像刚刚次长所说的 它完全展现得出是各族群平等的概念 这样的方式呢是尊重在地社群 以及愿意跟部落族人的对话 我相信这未来会是博物馆界很好的展览的范例 那为什么要用奴凯族的这个竹花 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奴凯族的这个文物 所以我们当然要用最高标的这个 表示我们奴凯族的这个象征符号使用 那我们后面的这些我们的策展也分为六个单元 它相对的就是应对的是我们百合花瓣的六个花瓣 那一进来这就是第一朵花瓣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是我们的最高精神指标 那其实讲一句话 所有的每个都是要呈现一件事情 就是活得像人 我们的老前队是这样跟我们讲 而我们用百合花来视觉上的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成为博凯族 一直在提醒我们活得像一个人 像人的一个日子 Galaba重返雾台 台博与当代博凯的对话特展 即日起至113年3月10日止 于台博馆奔关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认识卢凯族的百合花精神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